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今天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吃午饭 怎么说呢,其实忙也不是太忙 今天下午搞了一个车,搞的时间太久了 工作太多了 然后打电话的人也多 今天打电话接的太多了 好多车外边被去修了 很多修理工丢回家过年了 所以说这些社团里面人少了 人少了,怎么说呢,车也少 说句实话,他们也知道大家这过年 今天晚上还没吃饭 马上出去吃了饭 还要去修理厂里面看一个车 也是一个开修理厂的老板 他那边一个才有的 五十年润漫才有的打不着火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他机修工走了,他又不是机修工 所以说麻烦 这里又来了一个今天晚上推过来的 拖过来的,我也不认识 其他俗人介绍的,谁在车我都不知道 一个中心的皮卡 他这个柴油车,打不着火 直接打不动 我打得动,打不着火 柴油的,冬天家 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回事冬天 柴油在西藏非常难搞 冬天在西藏 不说了 去吃饭,吃了饭来得 到底是先去修理厂那边看那个车 还是先搞这个车,还不知道 好了,我马上吃吃饭来打电话来了 刚刚吃过饭了 吃过饭去修理厂里面把这个 五十年大麦江陵 大麦那个柴油发动机跟他搞着了 他们厂里面没有机修工 然后那个车打不着火 他们把那个油箱里面油缝子换了 然后把柴油滤性换了 那没换手油帮 我过去的时候就是先检查的那个油管 油管面借对了没有,借对了 然后油箱里面确定有油 就把那个柴油滤性那根 进油管那个位置取下来 往油箱里面推 推着到里面冒泡 咕咕咕咕,那就里面有油 然后再吸,把那个油管 低于那个油箱底面 把油吸得出来,柴油流得出来 OK,把油管插上 再上去打手油帮 手油帮这个没反应 他幸亏买了个新手油帮 要不然晚上拿不着了 把新手油帮装上 打了几下没来油 我们就拿那个气管 直接堆在油箱口 往前油箱里面加压 把油压上来之后 然后喷点启动液 把那个柴油车跟它启动着了 现在没问题了 那回来我又搞我这个 我门店上这个门店上来了一个柴油的 今天晚上看看能不能够跟它搞着 我们看一下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中心的柴油 我现在是打不着 我感觉这个手油帮又打得硬 我先把这个油管送了 看看来有没有 先送一下高油管 哇 先把高油油管送了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要不然有两个人的话 一个在驾驶室里面打 一个在外面弄的话 现在还好一点 好像油来了 看到没有 有压力 这里送了油管 它就来油了 看到没有 好吧 我们先去打一下马达再送 因为这个油帮 我打了一下好像比较硬 手油帮还可以 行 我去打一下马达 打一下马达 看看这里喷不喷油 然后再想办法 打一下马达再送 哎呀 好麻烦 预热 今天晚上我都不跟它预热了 难得预热 麻烦 这样都够了 好了 我看一下来油没有那里 来油了再送 好像喷油了的 应该是喷了油的 那就先把油管给它紧上 这里好像看起来喷了油的 把油管紧上 启动液 试一下 哇靠 这个飞气管这里是烂的 哇靠经济这么厉害呀 传绩哦 哎呀呀呀呀 这这要打着火的话太难了吧 行吧 不管它了 现在这碰点起动液看一下 问题是一个人最不好干的就是这个火 哎 自己来喷 喷完再打 这个车不搞了今天晚上 电瓶没电了 我也找不见电瓶 他们几个卖电瓶的就关门了 明天再搞吧 喷着启动液也没打到 电瓶打得没电了 拜拜 朋友们 今天晚上下班咯 哎呀 我不想说了 确实修车辛苦啊 再见 哇塞哇塞 总算把它搞到了 我借了一个这个 电控的这个 启动电源 启动电源直接把它打断了 现在这个车的话 我跟你说 大家过一下 一个是窜气 飞机又窜气 窜气非常严重 这个飞气管 那就证明发动机的钢套火车 压缩比不够 压缩比不够的话 只能大修发动机 才能够特地解决问题 所以说 早上启动困难的话 要么用启动液 要么等温度高一点 电力非常足的时候才打得到 要不然的话很困难的 太难搞了 总算跟它搞着火了 搞着火了之后 暂时放在这里 明天早上拉来开车的时候 看打不打得着火 我都不想搞了 我说今天晚上 一个人又不好搞 所以说今天晚上 还是跟它搞着火了 这个柴油车的冬季在西藏 最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油 接纳 会接冰 这是最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温度太低了之后 这个氧气含量不够的时候 里面发动机里面压缩比不够 根本就打不着火的 柴油车是压缩式的 好搞完就OK了 今天晚上暂时不动它了 明天驾驶人来开车的时候再说 OK今天晚上收工了 朋友们 好看